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美人 四海八荒第一美人 是她的姑姑白浅 眼下嫁给九重天的太子叶华 是未来的天后 四海八荒第一角色 归了她小树白珍 数万年来从未有人敢来挑战 目前正同哲言住在十里桃林 虽然对这四海八荒第一角色 凤九还有点自己的看法 但那也仅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前楼看法罢了 因着这两位清修的美人 凤九自幼在看人的眼光上 便有些挑剔 可纵使是挑剔的白凤九 仍觉得面前这一位 当得起如花似语四个子 想到当年她的姑姑便嫌爱女扮男装 还曾去昆文须拜师学艺 凤九心下有些了然 语气便放得轻缓了许多 这位如何称呼 又让凤九为了男 犹豫间那如花似语的人 已经摆出了要打架的架势 似乎她喊得一个不妥 扔起的拳头便要杂香过来 这位壮士 不知如何称呼 凤九估摸着但凡女扮男装者 定有难言的苦衷 自然应该顺着她的意愿而为 不想这一声壮士 却着实叫得妥当 面前那人顿时显出洋洋得意的表情 还摸了摸并不存在的胡须 老姿是轻之魔君艳齿物 你又是哪位 轻之魔君艳齿物 七大魔君之一 这是凤九第一次见到本尊 不免拿他和自己心目中想象的那位魔尊比了一比 据传闻 这些魔尊和天族神族的些人不同 于维雅风流意图难免缺些造诣 皆是满汉粗人 最近些年天族虽与一族有过数次大战 若舍何叛他也亲眼见到太子夜华拿人神证的东黄中 可是与魔族 却可算得上是相安无事 这样一想 凤九一边强自按那下心头的亚义 一边行了个礼 在下青秋白凤九 你可是来这里打架的 那艳齿物似乎对青秋并不甚有兴趣 蹬下掏出一包瓜子 自不自刻了起来 想了想又掏出一包扔给凤九 老子何人约了场价 便是在这前头的浮雨山 老子最恨人磨磨蹭蹭 是一提前些十日便来候着 藤人路过此地 见着有人便下来看上一看 凤九听他眉头眉脑说了一通 也是有些明白 大概是自己那几个喷嚏 惊致了这位魔君 便从林头上下来瞧一瞧 你可是要杀这只巨胶 那魔君指了指身盘 又斜眼打量一番凤九 老子虽然很看得上你 不过 要想你打这头胶 还是有些吃力 凤九鸣嘴一笑 也跟着蹲下磕了一颗瓜子 小燕壮士 凤九岁不敌这聚焦 却要想个法子 把他守着的坛底那猪龙脑树给偷了出来 老子终于明白了 原来你蹲着看半天 却不是为了看蛟龙 是为了偷那龙脑树 厌尺物常常的伸个懒腰 表情间很是不以为然 你要那老十字有什么用场 这却说来话长 凤九此生所好 不论是厨艺还是打架 结有一番阴尤 前者是为了终有一日能够日日烧菜给一中人吃 后者则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 跟在一中人身后 帮他打架 然而天一拨弄 他的这一番美意 似乎无法得偿 此性自幼锤炼的两般喜好 倒真的能让他尽弃名神 免去许多似而不得的苦楚 此番既然借着历练的名目出来散心 凤九字不会和自己过不去 这四海八荒 更有那下界仙山千千万 其中不乏其花异草 以前他的视野格局 被陷在九重天的小小一座宫殿之内 只觉得普天之下 再没有比那处更美好的所在 但如今 他自存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幼虎 眼界已然开阔 心胸也非往昔可比 这天下的美景美物 却实实在在动人心魄 况且 美物之所存 待君自取 劳心劳力 必有结果 情之一物 却恕他佛法学得不够 始终参不透 这龙脑术 可是调香圣品 既然此处有这一棵 少不了要偷上一偷 明知打不过也要打一打 老子金尼是条汉子 厌齿勿朝他竖了大拇指 听着道不像是奚落 而是一本正经的恭维 打自然是打不过的 凤九在这坛边已然守了半月有余 这位蛟龙 不知何故 忧在坛底 倒似乎日日昏睡 只不过睡得不沉 稍有风吹草动便会行转 如此往复 要寻个他沉睡的时机实属不易 凤九也不说话 远下这蛟龙已醒 怕是佑德在等上一等 他才会昏昏睡去 他自袖中掏出荷叶包着的几块桂花糕 抬手递给小燕一块 自己慢慢坐下咬了一口 目光沉沉盯着生不见底的壁潭 这桂花糕 味道虽然不错 却实在不是老子喜爱的口味 那燕池乌三两口吃掉糕 抹了抹嘴 又向凤九伸手 下次给老子做一些老子爱吃的吧 凤九额头的轻轻跳了几跳 啃下心不愿理他 手上却自发的又递出一块梅花糕 要说凤九此人有什么软肋 大概便是见不得人露出委屈可怜的神态 想来他打低价成千上万 归结起来大多皆是因着联络之心 打包不平 眼下燕池乌既是垂涎 又故作嫌弃的盯着他手中的一包糕 眼中满是可怜兮兮的神色 让他在心底忍不住叹了口气 说话的语气也不免放缓了不少 那你喜欢吃什么来着 老子不爱吃绿豆吃豆 姜粉是最最厌恶的 如果要让老子高兴 就做个梅子冻高少放甘草 滚 那燕池乌不晓得 酒精约了何人打架 又是约在何时 自凤九心一软 递给他几块糕点之后 便每隔几个时辰便来向他讨吃的 带着凤九好不容易在盘边得了个焦龙沉睡的凉机 已经是三日后 凤九身上配了壁水珠 悄无声息前往水底 聚焦物资在一旁沉睡 龙脑树在盘底发出幽光 距离龙脑树一步之遥 还有一颗青莲轻轻摇曳 凤九大喜过望 抬袖取出一柄细窄的匕首 带凤九将龙脑树和青莲都融在袖中 方察觉耳畔似乎禁忌得过分 他骇然回首 见那聚焦乙员惊醒 庞大的头颅就在身侧 龙须飘摇几乎要碰到他的衣上 便是打不过 少不得也要拼一拼了 凤九咬咬牙 照出逃柱剑 直指焦龙恶心 在下青秋白凤九 多有得罪 话一一落 凤九的一招就要递出 去见那聚焦头一摆 又昏了过去 这出其不意的变故 着实让凤九吃了一惊 此时既然聚焦已不成威胁 他自可放心大胆查探一番 这一看 却让凤九心里忍不住哀叹一声 皮剑直直的向聚焦冲了过去 白水山的白潭之中 一层恶焦守着两件万年香料 青莲龙脑树相伴相依 寻常人无法晋身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